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结梦惊魂》 影片一开场 心理医生铁锤正在给一胖子做心理疏导 铁锤说你再这么吃下去 早晚有一天在嗝嗲屁 而且你妈咪因为这事也没少跟你生气 胖子一听就吓尿了 说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原来这个铁锤会一种特异功能 那就是心灵感应毒心术 你脑子里想什么他都没清 胖子走了之后 铁锤把枪掏出来对着自己的太阳穴 也不知道这哥们想干嘛 这个时候他的发小栓柱给他打来了电话 说周末想跟另外两个发小狗胜和大头 去看看他们的好朋友哈达 栓柱是个老师 跟铁锤一样也会心灵感应 在处理一个品学兼优的穷学生作弊的问题时 栓柱表现得非常大 让学生是感激替零激动的不行了 狗胜是个汽车销售员 他和铁锤栓柱一样 也会读懂对方的所思所想 一天早上丢了车钥匙的龙套姐找到配钥匙 狗胜利用自己的特异功能 顺利的帮龙套姐找到了车钥匙 这龙套姐本来答应跟狗胜戏一起吃饭 但钥匙找到之后又反悔了 把狗胜气得不行了 大头跟前面那三位好朋友一样 也具备毒心术这种特异功能 这哥们跟小马哥似的 整天嘴里叼着个牙签 一会儿不叼就浑身难受 做些病了 大头从酒吧出来之后 给栓柱打了一电话 说哥们儿啊 我感应到你最近要有血光之灾 过马路一定要一慢二看三动物 不然容易出车祸 栓柱下班之后 站在路边等着过马路 这个时候 他突然看到他们哥四个的 共同好朋友阿达站在马路对面 被鬼使神差的栓柱 刚走到马路中间 就被汽车撞了个半死 六个月之后 铁锤狗胜大头和还没好利索的栓柱 四个人齐聚缅银州森林里的小木屋 准备来一次狩猎之旅 这四位之所以拥有同样的特异功能 是因为他们小时候 曾经帮助过一个低智儿童阿达 阿达由于天生弱智 经常遭到不良少年的欺负 不过这哥们却有心灵感应和 独心术的特异功能 被铁锤等人救了之后 阿达和这四位小伙伴也成了好朋友 而且还把自己的特异功能 传给了这四位 栓柱在打猎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在森林里迷入的胖大叔 把胖大叔弄回屋之后 栓柱发现这哥们不停地打嗝放屁 而且脸上还有红人 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鞋 栓柱和大头把胖大叔抬到床上睡觉 栓柱说他刚来的时候一切正常 可你发现没有 他的肚子变得是越来越大 一会儿不会再爆炸了 铁锤和狗胜到镇上的超市 买完东西在返回的途中 差点撞到了一个坐在马路中间的女人 由于方向打得太急 这二位是人仰马翻 把汽车弄了个底儿朝天 不过索性人没事 因此两人笑得还挺安心 这二位走到女人面前一看 刚开始还以为这女人已经挂 狗胜猛的一叫唤 女人上去就是一拳 差点把这哥们的命根子给打残 这个女人所有的症状 和那位胖大叔几乎是一模一样 不仅身上有红枕 而且打嗝放屁一样不少 栓柱和大头正在闲聊的时候 突然发现森林里的动物 正在拖家带口地拼命逃窜 这种不同寻常的景象 说明很有可能要有大灾难 而且这些动物的身上 也有那些奇怪的红枕 这个时候军方的直升机 突然出现在了森林的上空 并且拿着大喇叭冲着他们喊话 说这个区域已经被隔离了 你们留在园里被动 不然很有可能要倒霉 很快摩根弗里曼饰演的 蓝色基因部队的队长王大白 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老爷子一脸的冷漠 心里话说孙子你啊我等着 拴柱和大头回屋之后 突然发现地板上全是血迹 两人撞开卫生间的门 看到胖大叔坐在马桶上表情诡异 不是便秘就要嗝了屁了 这个时候 马桶里突然传来了动物 拴柱眼疾手快 急忙把马桶盖给按住 大头一屁股就坐在上面 拴柱去工具房拿胶带 大头弯腰剪牙签的时候 外星来的大虫子 突然从马桶里窜了出来 坑吃一口就把大头给咬死 拴柱一看当时就吓娘 急忙关上了门 这个时候 一个身高马大的外星生物 出现在了拴柱的背后 拴柱说大哥 这是一场误会 外星生物也没说话 砰的一声就爆炸 然后直接就附在了拴柱的身上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些外星生物 不是头一回来了 蓝色精英部队的队长王大白 跟这些外星生物打交道端言 知道这帮孙子 想用繁殖和传播病毒的方式 捅了地球 王大白的主张是 宁可错差一千 也不能放过一个 那些已经感染病毒的人 必须全部干脑 不过毕竟是岁月不饶人了 王大白年龄大了 整天坚持在一线工作 身体有点扛不住 于是他便把自己的位子 传给了助手龙套鼠 铁锤和狗圣 把女人搀扶到一破木屋的门口 铁锤回去爆气 狗圣守着女人 以防女人被冻死 这哥们正撒尿的时候 从女人身子里 钻出来的虫子 突然冲着他 吭吃就是一口 哎呀 此情此景 这让狗圣怎么整 这哥们甩来甩去 也甩不掉 最后一咬牙 直接趴在了火堆上 被外星生物附身的栓柱 开着雪地摩托车 找到了奄奄一息的狗圣 狗圣马上就感知到 这已经不是真正的栓柱 铁锤回到小木屋 一看屋里这情况 就知道出事了 这哥们拿着枪 正瞎悬磨的时候 突然发现 龙套叔率领手下 来到了外星飞船 坠着的地方 王老板说 这帮孙子非常善于壮无故 千万别被他们 人畜无害的外表所迷惑 紧接着就是一阵狂轰滥炸 外星生物也急了 马上启动了飞船的自毁程序 几架直升机反应慢了点 直接就被拍了进去 被外星生物附身的穿着 开着雪地摩托车 带着狗圣正赶路的时候 狗圣突然开始骂街了 骂得那就一个难听了 可怕外星生物起得不轻 上去坑吃一口 就把狗生咬死 为了不被外星生物继续利用 专注开始清除大脑里的记忆 铁锤把房子烧了之后 很快就遇到了军方的训断队 然后被当作疑似感染者 被带到了隔离区 铁锤从王大白的脑子里感应到 这老家伙是准备 把隔离区的所有人全干掉 作为接班人 龙套叔跟王大白的想法 不是太一样 但由于王大白冷酷无情 独断专情 他也不敢有什么反对意义 王大白说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万一放跑一个被感染的 这责任谁担得了 凌晨两点开始醒 必须清除干净 一个都不登胜 铁锤看出来 龙套叔不忍心对老板人吓着 于是便利用自己的特异功能 把龙套叔给说服了 铁锤说 王大白跟外星人 斗智斗勇了二十多年 这个人已经疯了 我的好朋友拴住 已经被外星生物给附身了 再不抓紧时间把他找到 整个人类都将遭到毁灭 为了避免王大白滥杀无辜 龙套叔把这件事 汇报给了将军 将军急忙带着人来到营地 直接就把王大白带人给控制 随后龙套叔带着铁锤 开始寻找被外星人附身的船主 不过龙套叔没想到的是 他的手枪里 居然被王大白装了追踪器 为了搞清楚 外星生物带着船主 到底要往哪去 铁锤来到了 曾给他超能力的阿达的家里 此时的阿达 由于得了白血病 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要说阿达的超能力就是厉害 稍微一发功 就搞清了外星生物的去向 原来这帮外星生物 为了迅速统治地球 决定到马萨诸塞州的水场 把病毒散播到水里 铁锤和龙套叔带着阿达 跟着外星生物刚来到水场 王大白突然开了直升机煞刀 这王大白的确是疯了 冲着龙套叔就是一阵乱势 最后两败俱伤 王大白和龙套叔 前后脚离开了剧毒 被外星生物附身的船主 刚准备把病毒散播到水里 铁锤和阿达及时赶到 影片的最后 是阿达和外星生物的巅峰队员 阿达猛的一发功 居然开始变形了 双方掐了一会儿之后 拉着手通关于尽的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劲吧 编剧脑洞真不小 整天就会下午搞 不是天灾救人祸 搁谁谁也受不了